开学了校园的防疫措施要有高规格准备 花莲市立幼儿园在8月30号获得水富士健康科技公司 签证了一套防疫消毒门 让师生每天上学都可以通过消毒门来全身做消毒 确保大家健康安全 而这个防疫门所使用的消毒水是不伤眼睛 不伤人体的纯电水 家长可以放心 市长威嘉贤来到市立幼儿园要先通过防疫门 量体温全身转圈圈喷上纯电水 消毒之后才可以进入校园 这是花莲市立幼儿园获赠的防疫消毒门 将加强市立幼儿园的防疫量能 那我一直都以来就是在花莲长大的 那公司提供了就有这个方案呢 能够捐赠 那我们当然就是 我就是选择就是花莲就 比较有代表性办选比较成功的市立幼儿所这样 然后希望可以一起和市长跟市立幼儿所的园长 一起守护花莲小孩的健康这样 我们这房源门主要就是拆装方便这样 就是我们可以让幼哥园在举办活动啊 或是在入口处 像他们这边大门有时候在侧门进驻的时候 这个拆装都是随时可以去拆解之后 然后快速的安装 那第二个重点呢我们搭配的水是我们皮库的纯电水 那它相较来讲 它我们有通过眼睛刺激的安全测试 还有吸入性及性吸入的安全测试 所以不管在除了在防疫层面以外 在健康层面我们也为幼儿园所的孩子做法官 健康的法官这样 市长渭嘉賢感谢企业的捐赠 有了这个消毒门家长可以更放心 那今天谢谢水富士公司 那我们代副总也是我们花莲人 那特别引进非常新的一个防护的一个防护门 那其实里面有一些电水液的部分 它可以消除一些病毒 还有甚至新冠状病毒的一个部分 那也经过非常详细的研究 那特别谢谢我们花莲的子弟 特别把这样的设备捐给花莲私立幼儿园 让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可以安心上课 也可以放心的来到学校 那在此要代表花莲私立幼儿园的所有的孩子 跟家长还有老师 谢谢我们水富士公司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要做好相关的防疫 不论任何的防疫设备 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卫生习惯跟请洗手 才能够杜绝病毒的一个载易的问题 小朋友们一个一个通过消毒防疫门 就像是在玩通关游戏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而未来每一天上学 大小朋友都要经过这个防疫门 确保消毒完毕 才可以进入校园 和大家一起来健康快乐的学习生活 借鲁慧欢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